21号的晚上9点55分左右 位于敏航区草宝路上的大上海国际花园2号楼10层一户居民家里爆燃起火 燃烧半小时后或是才得到了遏制 但是男主人被重度烧伤 失火现场大火熊熊 浓烟滚滚 不断有玻璃碎片 燃烧的物品噼里啪啦的不断从高处飘散下来 底楼停放着的一辆轿车也被残片砸坏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迅速进行灭火并疏散居民 约半个小时左右或是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记者进入失火居民家中看到 房间内的物品已被复制一具 而多户邻居家的窗户玻璃窗帘等也被殃及 11楼的居民说 他怀疑是天然气引爆后产生了巨大的气浪 自己家的阳台上甚至飞进来个电饭锅盖子 电饭锅盖子你看到没有啊 然后我估计是从10楼那里面 然后冲着玻璃还装碎了 打在这里来的 谈到你们这里 对 我们就直接奔出头来 奔出头来 而起火房间内58岁的男主人被重度烧伤 颈部头部有爆炸伤 目前仍在手术抢救中 目前火灾的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宣克炯报道 正好 谢谢大家